你不可以說我是客家人 我客家大勞 這樣說 挑度要帶給他 要看你有公憲嗎 對嘛 你即便不是客家人 但是對客家人有公憲 這不就是真的所謂的客家的精神 譬如說你客委會 拍什麼 客家電視台 對客家人的福利 讓他有辦法發聲 我覺得這才有重要 來 不好意思 宏老師 我看法不太一樣 就是說國民黨為什麼怕公投綁大選 他倒不是怕黨產 他也不是怕說 你這個台灣民意加入聯合國 我說他們贊成這個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公投法是鳥籠公投法 是不可能的過 所以你討黨產是不可能的過 所以他不是怕這些議題 他怕的是什麼 其實公投不會提高投票率 公投不會提高投票率 投票率高對民進黨是有利的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說 公投的意義在哪裡 你如果公投不跟大選綁在一起 你公投獨立辦 沒有人會拿到投票 你現在說獨立辦一個 投黨產的公投 沒有人會拿到投票 你說投票率很低 所以他怕公投 沒有他怕公投 他是怕公投這個東西 因為公投綁大選投票率如果高 雖然沒有過 但是人民 遂行了他的人民自覺的意志 他怕這個東西 他怕人民自覺 因為公投這個東西 做一次失敗做兩次失敗 這一邊還有一邊一直做 有一天台灣人民就會習慣 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志 台東台灣獨立就在未來 在蔣經國要過世之前講說 我是台灣人的那一刻 其實他已經體認到了 在講這句話之前 那是外省少數族群貴族的同志 靠著槍桿子出政權 靠著白色恐怖 但是他們現在知道說 遲早有一天 我們民主這樣慢慢放 有一天終究會是台灣人做主 這個在很多這種外省貴族的 那些老官僚的傳記 他們的這些各種 現在出的一種回憶錄裡頭 都類似 都可以看到類似的這種形容詞 或說明 比如說他們都有一天體認到 蔣經國那時候體認到有一天 台灣人終究要當家做主 所以蔣經國才說我也是台灣人 然而擔心台灣人當家做主 結果外省人會變成少數 不但政治權利沒有 連經濟權利也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他們擔心就是說 台灣人做主的時候 我們會被趕到海裡頭 也就是說前幾天我們討論到 雷震那時候 他的自由中國他裡面在形容 就是這樣 在當時 你想想看那是民國50年代 當時國民黨就擔心台灣人做主 有一天外省人會跑到太平洋 跑到太平洋 現在他們其實也是差不多 也是怕台灣人做主 也是怕台灣人做主 當台灣人做主 他們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那種 因為他不認同這塊地方 他也不認為說 我跟你是一樣的 其實你想想看 沒有人排斥中國人 沒有人排斥你 只要你認為說 我們一樣住在這地方 當你覺得你是台灣人 我們大家都是歡迎你的 沒有人會去排斥誰不是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只要他們認同 我們跟你在一起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這樣就好了 偏偏他們就是那種 我們可能要逃到太平洋 那種我跟你不一樣的那種心態 才是現在他們的危機感 背後所產生出來各種 要阻擋你公投 甚至就像金蘭剛講的 他門前要擺一堆台灣人 事實上他要擺台灣人的目的是 我跟你不一樣 不一樣 是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先說一下 我們今天這樣說 馬英九 他想去做農民 他不知道農民多辛苦 不是說民進黨這樣做很好 因為我這個和我媽媽吃飯 他說他去買豆子 買豆子 不知道四斤五斤二十塊 買豆子不知道四斤五斤 那有什麼 那有做什麼 薪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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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結果他說四斤五斤二十塊 等於一斤多少 四塊五塊 四塊五塊他煮幾個重 那我要說什麼 我要說是說 你知道嗎 你市場買一斤四塊五塊 那要三塊呢 可能 三塊幾塊 可能 可能 很多農民 我知道現在是說 就太熱了 所以作物很快速成長 不會好嘛 所以之後 替我又把他搞下去 可能 一切的心血白費 我們要說的是說 民進黨你要照顧要太多了 但是為了台灣好 我們要考討國民黨是什麼 本質最重要 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如果真心是為了台灣 他如果真心為了台灣說 要讓台灣人民有直接民權 就是公投門檻要降低 這才是真心為了台灣 因為我認為公道是台灣 民主最佳的展現 台灣說民主跟自由是最大的價值 我認為除了最大的價值之外 是我們最大的武器 是我們用民主用公道 可以反擊中國最好的武器 我們不是說攻擊反擊 所以我認為公投是什麼 台灣最好的核子彈 因為有核子彈 但是我們無形的核子彈 都是公道 但是國民黨不敢給過 如果真的要給過 公投門檻要降低 而且要推行公投 不要怕綁大選 我覺得這是真意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 來call in 等一下我們也希望說 農民朋友 農民朋友 跟工人朋友 老工朋友 可以call in 不要這樣做 你有感動嗎 你的投給他嗎 來我們先休息正廣告 我會說 那未來我們要讓人 做夢想 生命 3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